戀情怎麼樣 明年結婚啊 真的假的 戀情怎麼樣 明年結婚啊 真的假的 趕緊的 現在算一算 現在算一算已經7月了 明年結婚的話 所以今天也是算 還沒三個月不能講啦 好啦 先不說了 好不好 網友我們大家就先不說了 我們兩個都希望你有祝福好不好 我嗎 真的 可是我也有結婚生孩子的人嗎 就老是有點著急對不對 這麼漂亮的女生 這麼奇怪 我有一陣子想說你們兩個要不就湊成對 你別鬧了 對 但我後來就發現 你讓我們兩個人要嗎 你要我 我敲 為什麼不是說 好好 他差點轉頭說 如果跟金蘇姨 你要跟大伯一起 是不是 我不要跟大伯一起 我想說我們兩個湊一對一起明年好了 但是因為他要等到46 所以我就想算了 我就沒有要跟他一起 還是你買個身份證什麼的 沒有啦 不然這樣我們50歲約約啦 如果你46也沒成為 明年40歲也沒有 50歲如果還沒嫁的話 來我家 一定有一個 什麼什麼 如果我們兩個 我50歲還沒娶 妳50歲還沒嫁 我們一起去妹妹家 然後他應該會跑步 你說讓他養我們 你們來我家可以 我要搬家了 我房間給你們睡 他不可以很搭嗎 你問人家講什麼 一起去跟你們家 我可以幫你們 管理你們的存款很OK 我最喜歡這種單身的 你們就當我乾爹乾媽 那如果我們在浴缸裡滑倒 你會進來救誰 同時喔 你說你們兩個同時嗎 我們同時滑倒 我一定先看卵津天啊 我太想知道他的身材 他的下半身 我抱著你的浴缸滑倒 還是你抱著我在浴缸滑倒 你自己滑倒 他在下半身就靠你了喔 你自己我太想靠你了喔 我絕對是 因為張靖靖我跟他泡過輪泳 我完全不好奇 我一定先救卵津天 就這樣啦 我如果也跌倒 我趴起來也要去救他 謝謝自家